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根据固体废料及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内部数据显示 垃圾堆中最多的两样东西是食物及塑料 固体废料及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是在执行2007年固体废料及公共卫生管理法令的七个州属 包括柔佛 森美兰 马六甲 彭亨 吉兰丹 吉打及玻璃市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废物数量增加是因为人口增加 同时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 却对废物处理没有足够的认知所致 他们也发现在行动管制令1.0期间 网上购物及外卖数量增加 导致了塑料容器以及包装的数量随之增加 该管理机构指出 他们自2016年就开始对马来西亚的废物管理进行追踪 并进行审查 2019年的研究发现 厨余占了垃圾土买厂的30% 而塑料则占了24.8% 紧接着是纸张 一次性尿片 仿制品 花园及公园的废物等等 该机构也在去年的行动管制令开始之后 至同年的12月31号 发现了892个非法拉机场 而最多非法拉机场的地区 是在柔佛 接着是彭亨有226个 击打89个 联邦直辖区及马六甲有85个 森美兰有52个 以及玻璃市有24个 固体废料及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指出 他们将会继续努力减少废物的产生 同时包括透过社交媒体 电视 电台以及包装宣传 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 接着我们看到 从3月12号开始 警方将对任何跨州行动 采取更严格的管制 以便检举那些没有取得警方批准 而想要混水摸鱼 企图跨州的民众 我和警方批准 目前总共有三万六千名警员受此派进行任务 包括监督民众是否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以及执行路障的管制行动 全马各个州属 特别是在每个州属的出入境通道 共设置了两百六十个路障 为了舒缓警队当中失衡的警员种族比例 警队宣布降低入职的门槛 非土著男女的普通警员在大马教育文凭当中 考获最少一个C和四个D的成绩者就可以申请 全国警察行政部总监拿督兰利丁表示 这次的警队特别招募活动将在本月18号至31号之间举行 过去警队招募时 申请者大马教育文凭需两个科目 包括国文获得C 及其他四个科目及格才算符合要求 如今警队降低门槛 申请者任何一个科目考获C 及国文及格者 即可在网上申请参与此次的招募活动 中文获得CM 除此之外,许多原住民申请者 因为身高不够高而被拘于门外 为此警队正在向公共服务局 申请放宽警察身高要求 他指出,这次将开放给说华语 大米尔语和其他母语的非土竹和原住民 申请男女普通警员职位 并且没有限制录取总人数 将在6月底自7月初收到录取通知 截至昨天,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之下 已经有223923名的国人 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 沙拉越是目前最多人 完成接种疫苗的周数 也就是有28194人 接着是雪兰儿和吉隆坡 据卫生部长拿多斯里阿汉巴巴指出 雪兰儿已有24211人 吉隆坡20510人及沙巴18670人 已经注射第一剂疫苗 柔佛已有17476人接种疫苗 而霹雳17450人 彭亨17434人 吉兰丹14982人 吉兰14200人 登加楼1370人及 深美兰10741人已注射疫苗 而槟城则有9811人 马六甲6258人 玻璃市5241人 布城3337人 及纳敏2338人已注射疫苗 我国疫苗接种计划是在2月24日推展 其间首相丹斯里木尤丁吉卫生部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市当中最先接受疫苗的人士之一 而有关疫苗是由辉瑞公司推出 现在来关注沙拉越的冠病疫情 今天新增了168宗确准病例 当中已失误最为严重占了49宗 接着明都鲁有37宗 梅里和木中各19宗 古剑12宗 加博和马拉端各10宗 石龙门和如楼各4宗 木家3宗以及林梦1宗 这让全沙总累计的病例增加到11878宗 与此同时 今天有一个活跃感染群宣告终结 那就是马都邦伊兰路的感染群 此外加拿医斯里安曼和撒马拉罕 今天从疫情的城区转为黄区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看到高庭今天裁决 国家元首所颁布的任何紧急法令和紧急条例 是不能受到司法挑战的 高庭今天驳回三名国州议员 也就是陈信党 普莱国会议员兼 新邦二南州议员 拿督斯里沙拉胡丁 公正党双西大年国会议员兼 吉达州俄伦州议员 拿督佐哈里阿都 以及行动党霹雳州 德宾丁仪州议员阿兹巴里 挑战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通过颁布紧急状态 禁止召开国会及州议会的司法审核申请 高庭法官拿督阿莫卡玛指出 根据联邦宪法第150括号报条文 国家元首所颁布的任何决定 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而受到挑战 这是符合宪法并且有效的 更重要的是 宪法第150括号报条文里 禁止法庭审理任何挑战元首颁布 和紧急条例的诉讼 高庭法官较早时 批准总检察长反对上诉三名国州议员 提出司法审核诉讼的准令申请 这三名国州议员无法越过最低的门槛 以至于他们挑战首相通过紧急法令的颁布 来禁止召开国州议会的司法审核诉讼 无法被高庭审理 法官阿莫卡玛说 此案产生的一个课题是 国家元首的预令是否有效 是要在案件准令申请阶段 和发出准令之后才决定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认为本案三名起诉人 没有通过司法审核的要求 因此他们的准令申请被驳回 今年1月26号 沙拉胡丁 佐哈里阿都 以及阿兹巴里入禀高庭 挑战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通过颁布紧急状态 禁止召开国会及州议会的措施 他们也将首相慕尤丁和大马政府 列为本案的答辩人 国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来世雅丁指出 即便现阶段没有召开国会会议 但也应该照常支付议员的薪水和津贴 国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来世雅丁指出 在没有召开国会会议期间 议员没有工作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但若这些事情没有召开 那么犯罪的犯罪 由于这些努力他们在外出 要继续行动 并非要把他们的资金 除了他们自己 说把我资金的资金都多 这是法律的法律 来世雅丁对于在国会休会时 对预员们减薪的课题发表意见 早前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同意 1月12号起对全国颁布紧急状态 直到8月1号以对抗冠病疫情 而近期国家皇宫发文告表示 苏丹阿都拉陛下认为 尽管目前是实施紧急状态时期 但国会依然可以召开及进行会议 落实地方上的发展必须有一套务实的解决方案 以及强而有力的执行能力 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而失误伯拉旺 拉让花园的居民经历了长时间的厕所堵塞问题 在人员党的反应之下 随即获得沙拉越政府拨款300万令吉 问题在去年12月全面解决 尽管伯拉旺州选区近10年属于反对党选区 然而沙政府依然没有停止 关注伯拉旺人民的需求 沙人联党伯拉旺支部秘书陈明志 一直勤于走入基层听取民意 当他在得知 拉让花园中央排污系统近乎崩溃后 这个问题也牵涉了当地300多户人家 陈明志即刻寻求对策 向沙首长拿都巴定一阿邦佐哈里反映问题 就在这个拉让花园中央排污系统方面 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在这个月16日完全的完成了 12月16日完成了 我在2015年就提出了问题 就是这边的住家屋 300多户人家 他们遇到了他们的厕所堵塞 他们的中央排污系统几乎崩溃了 那么在发掘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牵涉到300多户人口的时候 我就要求首长也是阿邦佐哈里 在2018年就批准了300万提升维修工程 那么这个2018年这个300万工程 也在今年2020年12月完成了 两年时间内完成了 所以我这个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你找出问题 然后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要依靠我们政府的执行能力 和地方议会的资深能力 把它执行出来完成解决 那么现在我非常高兴 拉让花园的这些300多户人家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也可以安整 住在他家里非常卫生的环境里 在沙政府的拨款执行工程之后 施乌拉让花园的居民 如今有各自的独立式化分池 让居民摆脱过去 厕所频频遭到堵塞的气味难闻情况 那个水位系统 那个是centralized水位系统 已经塞了 塞了就是它中间有 好像塞就是有断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那个水位 全部拉都不会出了 会出去臭了 臭了蛮久了 就这样还好我们 这边的代表买个钉 有帮忙我们去去理 就这样我们有这个机会 做到比较清洁的 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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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我们不累了 TVS记者小园和摄影师阿兹米 在师屋采访报导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宾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